这个视频我们来聊一聊《诗说新语》,《诗说新语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智人小说之中的巅峰之作,主要记录魏晋名士的种种艺文艺事,还有名士们之间的玄虚清谈,可以说这部《诗说新语》就是一部魏晋风流故事集,一部魏晋八卦大百科,一部教导大家如何成为名士的权威教科书,怎么样是不是很期待? 这部令人激动万分的《诗说新语》,它的作者也不简单哦,《诗说新语》的作者是南朝宋的刘毅庆,刘毅庆是位皇亲国妻,他是宋武帝刘毅的侄子,西风临川王,他为人简单素朴,淡薄寡欲,然而却是一位标准的文艺之士,他爱好文学,招揽了一大批文学之士在自己的门下, 《诗说新语》这部书,也许也包含了刘毅庆门下文人的功劳,不过,其主导作用的,当然还是刘毅庆啦。 这部《诗说新语》有上、中、下三卷,分为德行、言语、正式、文学、方正、雅量、荣旨、认诞等三十六门,全书更有一千多则小故事。 书中涉及的人物,上至帝王将相,下至世数僧侣,全方位展现了未尽人士的品格、追求、嗜好等特质和风采,当真令人目眩神迷。 《诗说新语》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,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擅长刻画人物。 《诗说新语》中涉及到的各类人物有一千五百多个。 写这些人物时,有的正在描写形貌,有的正在表现彩学,有的正在刻画心理,但无论重心在哪处,最后都会集中到一点,那就是表现人物的特点。 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,写出独特人物的独特性格,使之气韵生动,活灵活现,悦然至上。 比如在《简色》中,有关于王荣的一则小故事。 王荣有好礼,卖之孔仁得其种,横钻其合。 王荣既富且贵,却吝啬异常,王荣家有好的礼子,卖礼子时,王荣怕别人得到他家礼子的好的种子,便总是把礼子盒钻破再卖,真是吝啬非常啊。 这则小故事,仅用短短16个字,就将王荣贪婪、吝啬的本性写了出来,其刻画人物的功力,真是难以企及的深。 这部《诗说新语》不仅在写人方面具有极高的艺术境界,在语言风格上面也是别具特点。 本书的语言简约含蓄,卷勇传神,透出种种机智和幽默。 比如《雅量》中,记述谢安与孙硕等人泛舟海上遇到风浪的情形,描写谢安是冒险意悦,一拍镇定从容之感。 而描写孙硕等人却是色并聚,宣动不做,脸色改变,叫让宣动坐不住。 短短几个字,便将谢安临微不惧的气度描写串托出来,真是很妙呀。 此外,我们现在使用的许多成语,便是出自诗说新语,比如诗人雅慧,多多怪事,一往情深等。 诗说新语,正是一部体现绝高语言艺术的奇书。 好了,诗说新语就讲到这里,快记做题,拿进币吧。